今天是铁路的返程最高峰 预计有13万旅客从南京坐火车离开 很多旅客发现那个车站检票的程序比以前多了 也比以前严格了 接着看 今天中午南京火车站后车室门口 检票员非常仔细的检查每位旅客的车票 而在进入后车室高铁后车专区前 每位旅客必须再次要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车票 给验票员验票 很多旅客奇怪 搞两轮验票 对遵纪守法的旅客实在没有必要 为此 南京站方面解释 高铁旅客验票完全采取自助方式 无票旅客很容易混在其他旅客后面 通过炸机登上列车 所以增设一道验票关卡就是为了防范 这几天可以讲的话 发现了不少旅客 使几个月前的车票来混 甚至拿着别的地方的车票 购息的 这样发现很多这种车票 从今天的检查情况来看 有十余位无票旅客被挡在高铁后车专区以外 这些无票旅客声称自己是网上购票的 可以直接刷身份证乘车 车站最终何时发现 他们压根没买票 铁路部门透露 不买票就混上高铁列车的旅客越多 列车的安全性就越没有保证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